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那這個節目的一開始 還是要跟投資朋友提醒 因為真的要加緊腳步了 這個行情 投資朋友真的是欲小不易 不要去小看這樣的行情 等一下我會拿證據給你看 那當然投資朋友 趕快拿起電話 我說過如果你是超過 我們這個下午6點半之後 你可以點選我們影片 右下方打勾的符號 點進去你有表單可以來填寫 趕快來預約財富 你的財富才會開始轉運累積起來 那這個大盤為什麼我說這個欲小不易 等一下我會慢慢來解析給你聽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說 你不要只看大盤的K線 那甚至於很多財經媒體的分析人員 我說那幼幼般的技術分析 因為他只看K線 只看什麼大盤的K線 所以常常會誤判 那我在10月3號 我說過這個地方 我會去翻多的原因 當然絕對不是只看到大盤 我說不可能 一定是看到整個盤面架構的變化 那是非常的重要 那什麼叫做盤面架構變化 投資朋友那就包含了19大類股 不管是從電子股金融股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傳產股航運股 鋼鐵股 你應該所熟悉的這些19大類股 實際上都會影響整個大盤 它的一個運作 那我等一下就跟投資朋友講到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看為什麼我一直在提醒你 不要看大盤的K線 等一下我們看這個大盤的K線圖 你就能夠知道了 好我們來看這個大盤今天的這個K線圖對不對 它已經出現了什麼 兩個跳空的缺口 這兩個跳空的缺口 如果假設我們這樣子講好了 假設你只是看這個大盤的K線 你覺得這個大盤沒有什麼好強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放量之後上面還留了個上影線對不對 那很多的股票你今天有一些中小型股 它在開高走低 你會怕 這就是我們在看大盤K線的時候 最容易去誤判的原因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沒有把這個整個盤面的架構給看清楚 那在這個地方我說過 因為短套的賣壓一定會一直出來 但是也會一直被消化掉 那這個盤已經互盤互成這個非常的一個強勢 那我等一下跟你講為什麼它是非常的強勢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你不要停下腳步 而是說你要趕快怎麼樣 第一個你怎麼去調整事故 把你的比較弱勢的股票變成比較強勢的 這就是你現在要去做的事情 千萬不要再去放空了 我在什麼時候跟你講不要去放空 投資朋友就是10月3號禮拜一的時候 對不對 10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就跟你講不要再去放空追空了 因為你去做追空的動作 除非你剛好去空在那個正要補跌的 否則我覺得那個機率就是真的不大 所以為什麼我要去翻多 我說因為盤面的架構已經有在改變 好這看起來這個K線好像不怎麼樣 鳥鳥的對不對 好像沒有什麼力量 感覺就是說這個應該是隨時要回檔的一種feel 但是投資朋友你要去看 第一個他的成交量有放出來 今天的成交量為什麼會放出來 等一下我們就來解析 但是這個缺口 昨天有個小缺口很小很小的缺口 大概只有幾點而已 7點左右10點以內的小缺口 可是今天的缺口就放大了 我們單純從這個K線來看的話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非常強勢的一個反彈的格局 這樣子的推手但是誰 但是幕後的大手絕對不可能是散戶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把它拆開來解析之後 你就知道了 而且這個多方的缺口由小變大 你也可以感受到什麼 多方的力道正在增強當中 好我們再來看就是台積電 為什麼剛才我說如果你只看K線的話 你會覺得說今天留了一個上影線好像不行 包含像這個台積電也是怎麼樣 K線也不是非常的強 因為他跳空 跳空之後他又留一個紅色的十字線 這感覺好像隨時要回來 那不管他會不會回來 可是投資朋友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昨天是拉連電 沒錯吧 那今天是拉台積電 請問你目的是什麼 那答案應該很明顯了吧 就是要把指數拉上去 沒有第二個答案了對不對 因為連電在拉就碰到了 所謂的一個短線的套牢賣壓會出場 好那相對的會被壓回來 可是台積電怎麼樣 大家手上比較少 我是說散戶的部分 法人當然是很多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直接拉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最高還漲5% 真的是蠻恐怖的 漲了5% 那收盤也有漲3.73% 所以這個地方就已經跟你講 這個盤式的架構 他一直在幹嘛 投資朋友 越來越強 這不是很明顯嗎 他就是要把整個指數拉開來 不要在這個低檔區在那邊 所謂的混泥水對不對 一直在那邊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他就是不要再給你低檔 在那邊區間震盪 他直接往上拉 所以這種非常明顯的一個企圖心 誰的企圖心 幕後的大手的企圖心 他護盤的企圖心已經那麼強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真的不要認為說這個盤還會 又再摔下來又是怎麼樣 你真的不要去想那個 投資朋友 這已經告訴你了 對不對 我說過如果你只單單看大盤的K線 你會誤判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沒有把這個大盤拆開來 我一直跟你講 我說大盤它是虛構的 它是由19大類股 加加減減之後 所得到的最後的答案 所以主軸還是在那19大類股 那19大類股裡面 還是要去看那些全值股 對比較重的 甚至於比較能夠去影響大盤的這些類股 那才是重點 而不是說只看這個大盤的K線 好 你再來看金融股 金融股 對不對 原本是這個墜落的 為什麼是墜落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為什麼它會是墜落 我相信這個新聞你應該也知道 待會我們再來討論 好 好 出現了一個上影線 因為這個短套 短套的賣壓出了 可是重點 如果今天沒有它這樣撐盤 投資朋友 這個盤 也沒有辦法撐在200點以上 所以它也是一個什麼 撐盤大將 再度上場了 所以連這個金融股最弱的 因為我們可以這幾天 如果你有聽我分析 你就知道了 金融股是不是最後面還來個破底 對不對 所以說 那個應該是這樣講 禮拜一的一個 我說那個只破底的那個跌1頂24頂 有沒有 就是金融股造成的 就是它搞出來的 所以說這個金融股最弱的 都已經開始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要撐盤的作用 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這個盤要怎麼下去 你繼續慢慢去思考 再來鋼鐵股 我也跟投資朋友講過 對不對 我說鋼鐵股 它算是 非常 強勢的反彈的一個K線型態 它型態算是非常的強勢 那今天呢 是不是又繼續 那我也提醒過投資朋友 我昨天就跟你講過了 我說這個鋼鐵股 它不是一起漲 它是怎麼樣 輪彈有沒有 輪流反彈 我一直在跟投資朋友講這個事情 而且我說過 每次都是怎麼樣 權值比較大的 就是股本比較大先談 談完之後才去輪到那個小的 所以投資朋友 你這個節奏 你自己就要搞清楚 你自己不要說每次看到什麼在漲 你就趕快去買 去搶那個還沒漲的 不一定 不是這樣子 最近鋼鐵股 它是一個輪彈的格局 所以投資朋友 你在操作上 你自己要稍微去留意 可是重點來了 我講過了 鋼鐵股就是代表 傳產股的代表 對不對 那我說傳產股有16大的傳產股 那換句話說 這些傳產股都在輪彈的時候 而且它不是小小的彈 它彈的還格局都算蠻大的 所以投資朋友你想想看 幾乎每個類股都動起來 那你覺得這個盤要怎麼下去 然後再來看這個航運股 對不對 大家最唱衰 最不敢碰的 有漲上去就趕快跑的 航運股 我們來檢視一下 好 你這個航運股你看 它是用什麼 輪 還漲的格局 它用還漲 慢慢漲 漲到你沒有感覺 甚至於盤中還給你震下來一下 你會怕 會怕就對了 為什麼 你會怕的時候 剛剛好籌碼就可以換手 那換到誰的手 這答案應該不用我講了 不會換到散戶的手 因為現在散戶都在幹嘛 等幾套的比較多 敢買的畢竟是少數 有些人敢買 但是它是怎麼樣 有賺就跑了 比方說早上買盤中有拉 他就跑 或是今天買隔天有賺他就跑 都是都是玩這樣子的 非常非常的短 沒人敢報 那項問題來了 誰把它抱上去的 誰一直買 把它買上去 就是慢慢漲上去 讓你不知不覺的買了 變成已經 你看從那個低點已經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絕對不是散戶吧 這個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很多的一些現象 我說過你不要只看大盤的K線 如果你只看大盤的K線 如果你只看大盤的K線 你常常會誤判 應該不是說你 應該是很多財經媒體分析人 都是這樣子 只看大盤的K線 當你誤判的時候 你的操作的方向就會錯 你錯下去就是怎麼樣 一路往下錯 這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因為你看錯方向之後 假設你還是不知道你看錯在什麼地方 那單人就一路錯下去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在這一波 真的能夠讓你 假設你之前沒有放空賺錢 像我們家族成員 你希望能夠利用這一波的 這個反彈的格局 把之前的損失再賺回來 把之前賠掉了再賺回來的話 甚至於你那些套牢的股票 能夠讓你變成賺錢的工具 那你就知道只能找曾鴻 曾鴻從之前我講過 我們9月份全勝之後 這一波也是我最先跟你講 我要翻多了 對不對 今天禮拜一的時候 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也不要忘記 那一天還跌124點 那一天跌124點的時候 只有曾鴻跟你講 我要翻多了 我不做空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空單全數獲利出場了 為什麼我不去繼續做空 我也告訴你 所以誰才是真正的贏家 投資朋友 從我禮拜一翻多到現在 連續兩天大漲 200點以上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找到真正的贏家 你跟著贏家做 你就馬上變成贏家 這就是我常常在我這個文章裡面 常常跟投資朋友講的 所以我希望 你想馬上變成贏家的這些投資朋友 拿起你的電話 或是在我們這個影片 右下方的打過的符號 填寫表單 成為我們的家族 成為 你馬上就是變成贏家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現在這些動作 雖然是說 你可能錯失掉那個放空 對不對 那一波跌下來的時候 你沒有聽到 曾鴻所講的 或是說 你不相信曾鴻所講的 你聽了很多的一場市場的氛圍 跟你講要做多 跟你講拉回找買點 跟你講要找 趕快彎腰剪鑽石 要剪便宜 有沒有 結果越剪越低點 好剪到現在 你可能開始有點怕了 對不對 叫你做多你就開始會縮手了 甚至於叫你做多 你已經心有餘悸了 對不對 可是投資朋友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說在股市當中 其實輸贏本來就是 就是我們常在講的 鎮海兵家常識 你不用太去刻意去 在乎你現在套了什麼股票 你之前賠了多少錢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樣 而是你要怎麼樣 在股市 再把你那些錢再賺回來 不是嗎 改變你現在的一個操作的模式 你就能夠改變 你原本的賠錢變成賺錢 你原本的套牢變成怎麼樣 你在等獲利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去改變才有辦法 可是 你可能沒有辦法自己改變 你要找證 就像是 你看這個金融股 昨天的金融股 跟你講什麼 防疫的雙險理賠 超過了1135億 對不對 很多利空 我相信這個 防疫險的這個賠 對金融股這個利空 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會怕 對不對 甚至有人還在繼續放空的 就會拿這個當理由 這個會產生什麼多大的效應 那結果投資朋友你看 從昨天的金融股 到今天的金融股 有沒有繼續再下跌 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同一個利空 郭文就沒有新利空 就一直講這個防疫保譚 他怎麼賠 對不對 然後呢 可是股價就沒有再繼續往下 只有禮拜一 他是碰到最低之後 禮拜二禮拜三 他都沒有再往下走 那他就是在低檔什麼 反彈的訊號 其實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一個這個利空 同一個利空不斷的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 他就會出現一個強勁的反彈 那現在金融股都出來撐盤了 連這個大家最看衰的對不對 都已經出來撐盤了 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現在在操作 操作個股的部分 你有什麼好怕的 只要你挑對股票 我相信很多股票 等一下我會慢慢跟你講 很多股票 哪怕是最弱勢的 他都可以怎麼樣 出現漲停 等一下就跟你講 好那你再來看這個全值股 這些的全值股 不管是聯勇聯發科 鴻海台積電 台達電 國聚 對不對 開發金 長榮 國泰金 南亞科 日月光 富邦金 大力光 這些全部都全值股 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這些股票 你有的 手上有激檔 好就算你有好了 你有幾張 投資朋友 那誰能夠把這些全值股 一次把它帶上來 你要去想這問題嗎 這就很簡單了嗎 答案就出來了嗎 所以我才跟投資朋友講說 你不要只看那個大盤的K線 對不對 留了個上影線 這個很恐怖 這個隨時可能會掉下來 我跟你講 就算掉下來好了 也掉不多 只是小小的回檔之後 他又往上爬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敢這樣子做了 那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把這個底部給拉開 這個做的已經很明顯了 我不是說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已經是超版24年了 我看到這樣的行情 你就應該知道 幕後大手的護盤決心 已經是非常的強 已經在宣誓告訴你 他就他沒有貼公告而已 沒有貼公告跟你講 我要強力做多 但是這個就已經很明顯 這樣的一個全值股 這樣的一個做法 投資朋友 我想請問你 從這一波跌下來 你有看過幾次 不要從多少 不要說什麼 從18619 就從16800好了 這一波跌下來 你有看過這樣嗎 完全沒有 對不對 就是很多全值股 那之前你應該還記得吧 都拉一支台積電 有沒有 拉機盤 我們那時候不是在講 那時候我在做空的時候 不是一直跟你講嗎 拉機盤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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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還記得吧 可是現在不是只有拉台積電 投資朋友 你要搞清楚 現在不是只有拉台積電 幾乎所有的全值股都動起來了 誰有辦法去拉動 那麼多的全值股 那假設他願意這麼做 我想請問你 這個盤 你認為真的還要再回去 那個13274那個地方嗎 投資朋友你繼續想想看 說真的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還在喊空 真的看得懂空的 應該是正空的 我最有資格跟你講喊空了 對不對 看了4個月的空方式 我一直到10月3號 這個禮拜一 才給你翻多 這中間我一張多單都沒有 很多老師都一下做多一下做空 一下做多一下又做空 有沒有 翻來翻去的 我想請問你 你要去真的跟著他這樣子翻嗎 你有多少錢可以跟著他這樣子翻 那你在看這個光照也是一樣啊 他是最弱勢對不對 之前不是跌跌跌嗎 他是最後一波跌下來嗎 有沒有 還跌停板 連這樣子的弱勢股 他都可以漲停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還有什麼股票 能夠 讓你不斷的繼續破底 很難對不對 除非我說過嘛 有一些股票是有補跌的 那只佔少數 真的是少數中的少數 然後你再來看這普內KY 股價在700塊錢以上 沒錯吧 之前最低點在575 那現在都已經連漲4天了 這種股票 我請問一下 刷子有我就買幾張 那是誰買的 誰把他扛上去的 你去想嘛 就是大咖的主力嘛 那代表連這個大咖主力 都已經陸續進場了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從我跟你講的 護盤的大手 他把這全子股護起來 連大咖資金也跳進來了 對不對 弱勢股最弱的 都可以讓你看到漲停板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你真的還要繼續去聽那些 看不懂的 那些幼幼分析班的在喊空嗎 你繼續思考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我9月份能夠全勝 就是曾鴻對整個盤勢 甚至於整個趨勢的方向 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我沒有給你模擬兩可 我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做多我就是做多 我做空就是一路給你做空 直到他怎麼樣 出現個盤面的架構的改變 我才會改變方向跟操作車列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這一次的行情千萬你不要錯過 趕快拿起你的電話 如果你超過晚上的六點半 記得點選我們影片的右下方 打勾的符號 點進去填寫表單 你就可以成為家族成員 你就可以立位立刻成為贏家 因為曾鴻就是這一波最大的贏家 跟著贏家走 馬上變成贏家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